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弟兄姊妹 大家平安 我是舒采薇 我在台北市生長長大 父母來自彰化 是傳統的台灣家庭 平常會去廟裡拜拜 沒有特別的宗教信仰 大概近二十年 我有時間陸續接觸像道教 漢傳佛教 藏傳佛教 印度教等 還沒有接觸基督教 人生的道路就是起起落落的 幾年前家裡遇到一些挫折 女兒開始會去教會 她叫我禱告 讀聖經 找個教會感受一下主日 唱聖歌喜樂的氣氛 三年前是個轉折點 當時我覺得整個人生糟透了 我去住家附近的教會 做主日禮拜 學習禱告 我讀了耶穌傳 知道耶穌為了救贖世人 而流血捨身 讀聖經看到馬太福音說 凡勞苦單重淡的人 可以到我這裡來 我就使你們得安息 我常想過去自己做主的 六十多年歲月 總是會任性妄為 總是會不經意的犯過 如果有上帝的誡命來約束我 如果能完全信靠主的安排 是否會好很多 所以我強烈的想請上帝為我掌權 我想要聖經作為我的生活準則 很神奇的 禱告之後很短的時間內 上帝用兩件奇蹟式的驚喜來回應 連朋友聽了都會覺得不可思議 於是我幸福了 但是並非信了上帝就能換取美好的人生 有人說信主不見得 人生就一帆風順 但卻可以使生命更卓越 我只是學習了一種生活態度 就是面對逆境 坦然無懼接受一切 至於會遇到什麼情況 過程及結果如何 全然相信上帝的安排 三年多以來 我學習著把任何事大小的情緒 心願都向上帝禱告 能夠隨時禱告 真是一種特別的恩典 禱告是把心中所想的說出來 不再憋在心裡 說出來讓我覺得如釋重負 讓我覺得心中充滿上帝的愛 每個人都有重擔 就看你是否願意放下 牧師說用自己的精力去治癒別人 同時也能治癒自己 我很感恩信仰的上帝 他的回應使我更具信心 完全交托 在這裡我得到救贖 我願意因為上帝的恩典來改變 活出信仰為主見證 哈哈